国会8月19日在遭炸弹威胁 国会图书馆外一辆皮卡中的男子告诉警方 他身上有一枚炸弹 这促使执法部门做出大规模回应 撤离了附近办公楼的人群 几个小时之后 该男子向警方投降 发出威胁的男子是49岁的罗斯贝里 他将在皮卡内的几段视频发布到网上 罗斯贝里最后的已知地址是北卡的格罗佛 take me out but when the patriots come your ass is in trouble five of us are already here and I'm the little man I'm the speaker so if you blow my truck up man hey it's on you Joe I'm ready to die for the cause 美国国会警察表示 他们还不知道这名男子的动机 但是证实他是从国会图书馆外的 一辆车里拍摄的视频 国会图书馆就在国会大厦对面 警方没有说明视频是否由嫌疑人制作 另外根据一位发言人表示 Facebook随后关闭了视频 并且删除了该男子的资料 国会警察局长表示 这名男子把车停在人行道上 并对走近他的一名警察说 他身上有炸弹 手里拿着一个似乎是雷管的东西 一名美国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称 爆炸物的存在尚未得到证实 这名男子的前妻确认了他的身份 他表示这名男子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过去曾经用枪支威胁过他 他还表示在八年前就已经和他离婚 附近的几座建筑被疏散 其中包括美国最高法院 麦迪逊办公大楼里的人被告知 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附近的一个地铁站也被关闭 1月6日 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国会大厦发动致命袭击之后 在该地区竖起了高度安全的围栏 但是围栏在7月中旬被拆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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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